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五面 我们看心恶的受灵解前文 那么这一颗呢是说到生子灵解 就是色力佛尊者在前面的方便品 听到佛陀说开前显示的妙礼 他把他的理解把它讲出来 那么前面是一个长行 这以下是一个朝颂 那么色力佛尊者到底是理解什么道理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复习 简单的说就是悟到了一个真理 就是所谓的前法庙 始法庙 那么我们一个人要成佛 一定要两种法门的同时的修选 一个是前法的修选 一个是始法的修选 那么什么叫始法呢 他必须要上弃诸佛十项的妙礼 就是你要成佛之前 首先你要知道 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你要弃理 那么真理是不能修正的 因为真理是本来具足的 众生本具诸佛所证 所以真理不要修 你只要怎么样 你只要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你知道你打妄想的心的深处 有一个一面心性 它是极空体假集中的 它是一切生命的根源 就可以了 所以真理在观照 所以始法不是让你来修的 是让你观照用的 叫内观真如 就是一种真实法 什么叫真实 它不会变来变去的 你今天观它 它也是如 你明天功夫进步了 你观真如 它还是一样如 它是不变的 不变的东西 就没有所谓的 进步退步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真理 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信解 观照 安住 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 我们佛法说的 你要有一种 菩提分 虽然我本身没有成就菩提 但是我谁顺菩提 成就一种菩提分 你观照真如 就是一种菩提分 你跟佛陀是怎么样 同一条线 顺从菩提 但是你只有顺从菩提 这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 从因缘上来看 我们是一个 因缘上生死发分 所以我们必须又有 又有个拳法 来做一个调幅对峙 一旦讲拳法 那就落入了 因缘所生法 落入因缘所生法 就每一个人不一样了 因为你的因缘 跟他的因缘不同 你的反导 跟他的反导不同 因为每一个人的 生命经验不同 我们无量节来 我们经历过 不同的生命经验 有些人反导 他反导中 有些人他脾气大 各式各样 所以一旦落入 缘法的修正 那就各个不一样了 你修你的 他修他的 所以缘法 他不是只有明白而已 他要入修正 那这种真实的功夫 我们叫做四修 所以一个人 你要成佛 一定要两套专修 内观真如 外修三称 那么 当然 收利伯尊者 从他的成长过程 我们来看 他一开始 接触的佛法 是阿汉经 阿汉经是一个拳法 他讲四圣地 他告诉你 一个生死凡夫 怎么样能够快速的离开生死轮回 所以他没有成佛之道 所以 圣利伯尊者在阿汉会上 他可以说是充满着自信 因为他把整个四圣地 修完了 所以一般生物人 经过阿汉经以后 他认为说 我身以尽 凡横以利 所作接范 不受后有 他觉得他是大事已办 这位 每一个人 震得阿罗汉以后 他认为他人生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等待死亡的到来 你看阿罗汉 他到死 我们一个人 一般人怕死亡 阿罗汉他是 他对死亡是充满着期待 他认为 我今何用此色身 赫富重苦 不休息 阿罗汉认为 他脱了这个皮囊 所以对他来说是个负担 但他又不能自杀 因为自杀换杀戒 所以他就今天去脱波 回来就把脚洗一洗 就入禅定 他就等待死亡的到来 因为他觉得 他已经大事已办 直到方等会上 他这个时候 跟诸大菩萨一接触 看到这大菩萨的 圣生功德 对他刺激很大 因为他认为 我等同入法系 就是说 阿罗汉认为 我入了涅槃 里面菩萨也入了涅槃 他认为涅槃是一样的 结果发觉 死涅槃 非比涅槃 我的涅槃 只有极尽安稳 菩萨的涅槃 叫做功德庄严 圣祭到玻璃会上 佛陀还跟他们授记 说你的涅槃是可以成佛的 但是阿罗汉们 在玻璃会上 从来没有看到 佛陀跟阿罗汉授记 所以心中是既一又悔 充满着悔恨 想当初 为什么我能 会选择这条路呢 因为在方等玻璃会上 佛陀讲的是差别法 你就生闻四地法 你到了阿罗汉 就没了 停了 你就十二亿言 成就圆绝 你就菩萨成 成就菩萨 所以在 法皇会上之前 阿罗汉是认为说 开弓没有回头路 这件事情已经 我当初选错的因地 现在已经怎么样 没法改变 所以他充满悔恨 我当初 为什么就 匆匆取证 我应该稍微等一下 想清楚了 所以他认为 对他来说 这种重大损失 直到 花花会上 佛陀说 所有人都没有损失 任何的不足 都可以把它修补过来 为什么 因为十方佛土中 只有一称法 不管你一刚开始 你新修慈善事业的 他说你是人天种姓 没有错 从因言上 你是人天种姓 你这个人 接触的是一个 小乘的教理 就是四乘地的 二乘种姓 或者你是 菩萨种姓 等等 这个都是因言的修正 如果我们今天 愿意做一件事情 就是灰光很重 会把所有的差别下 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 所谓的新佛众生 三无差别 那么这样子 你修什么法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你已经 会三归一 你已经入了 佛陀的菩提法性之海 那每一个人都会成佛 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 舍利伯尊者 从开始的悔恨 到华华会上 听到说 原来他没有损失 生文法 就是成佛之道 菩萨法 也是成佛之道 所以心生大欢喜 自知当作佛 所以他前面这一段 都来讲他自己的一个 成长的修学过程 从最初的自己认为的损失 到最后原来可以弥补 最后申请欢喜 那前面的是长行 这一下 这个 舍利伯尊者 用重送的方式 把他做一个简要的 做一个复习 好 这一下有两段 我们看 忍医的衰竖遗悔 他当初的遗悔 好 看新闻 初闻佛所说 心中大惊疑 将非魔作佛 恼乱我心也 好 那么 这段呢 说是 初闻佛所说 心中大惊疑 这个初闻 是指什么时候 这初闻这个地方啊 的时间点啊 是舍利伯尊者 听 法华经的方便品的前半段 前半段 诸位可以 稍微复习一下 它是什么 它是 列开山显一 动植生意 佛陀先列索 佛陀在刚开始方便品的时候 他讲了两件事 讲掉佛陀的十字 不可惜 我们因地 观照真如 我们因地叫做死法 我们在修死法 成功以后 变成智慧 叫做实字 真如本性 所发出的智慧 所以佛陀一开始 在方便品之前啊 佛陀说 是法不可是 言实相极灭 诸一众生类 无有人得解 说 阿罗汉们 你不要以为 我跟你是同样阿罗汉 我的智慧是 你们不能了解的 我所安住的 一念心性的 极空极脚极中思想 那不是你们 无常无我的智慧 我空的智慧 谁能理解啊 那档次差太多了 第一个 我都赞叹十字的 唯妙不可惜 第二个 赞叹全字 佛以方便利 四以三秤教 众生处处着 引之令得处 这个地方对 奢利伯尊者 打击也很大 多少的岁月 阿罗汉不容易啊 主位 阿罗汉要放弃 他所有的 感受 想象 设身 他必须把物质 内心的世界 全部放弃 为什么 因为他想追求 涅槃 所以 支持阿罗汉 不断用功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 涅槃 寂静的 现在你告诉我 这个涅槃 是方便利 那只是一个 一念心性 所现的一个影像 一个假名 假象 假右 没有真正的涅槃 所以 这个时候 对 涅槃 尊者们 的打击是很大的 所以 出文佛所说 听到佛陀 讲到 十字的不可思议 讲到 全法的方便了 这个时候 心中产生 经不疑惑 那么 什么样的 经不疑惑呢 将非 魔作佛 让我信言 这难道是 魔王 以神通力 化作佛陀的身像 来扰乱 我的心思吗 这个就是 一开始啊 就是佛陀的 规划 就是先一个 列说 干什么呢 动植生意 先把他的 疑惑给逼出来 基本上啊 声闻人的思想 他一路走来 他的教法 是我空法友 他放弃于生命 所有的主宰 追求恋牌 但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法质坚固 他认为 生死是真实的 观三界如牢 以视生死如焰家 恋牌也是真实的 所以怎么样 我放弃了生死 追求涅槃 所以大玻璃听上说 大制度论上说 罗斯普上说 声闻人啊 闻诸法空啊 如刀伤心啊 就像用刀去割他的心一样 你跟我讲 生死涅槃等空花 那对阿罗话的打击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将非魔作佛 扰乱我心眼 那么 在整个声闻人心中 唯一的目标 在华华会上刚开始 佛陀说为是一个方便法 那对阿罗汉们来说 可以说是产生很多的进步跟疑惑 那么当然作为一个圣人 阿罗汉 说离佛中者不可思议 他这个时候并没有退转 他反而起身 殷勤三勤 请佛陀讲清楚一点 什么叫做全法庙 死法庙 全死不恶的概念 这个时候 请佛陀 在广 开三行一 断离一神行 就佛陀开始广说 我们看下一段 几何咱 佛一种种缘 辟欲巧言说 其心安如海 我闻以往断 佛说过去是 无量灭度佛 安住方便中 亦皆说是法 现在未来佛 其数无有量 亦以诸方便 也说如是法 如今者世尊 从生即出家 得到转法轮 亦以方便说 世尊说时到 多寻无此事 已是我定知 非是谋作佛 我多以往故 未是谋作为 好 那么这一段是 依仁而断离 先断除疑惑 那么 等到 瑟利伯尊者 再方便品 殷勤三行 佛陀正式的 开前显示 会三归 说 佛语种种言 巧语辟语 巧言说 佛陀用什么样的 试言来说明 佛陀提出 五佛的说法仪式 什么叫五佛呢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释迦佛 还有十方佛 那等于是 所有的佛 都是这样的 就这样做了 从十方诸佛 出世的 来说法 都是用全十般的 概念来说法 都是用十法 来做一个目标 引导 内观真如 用全法 来做对视 没有一个例外的 没有来尊佛说 你只要理官 你只要知道你是清静 记住就好了 什么都不修了 那你就直理废事了 有没有来尊佛说 你就好好拜佛就好 其他什么道理都不学 那你直视魅力 你没有站在佛陀的 同一条平台线上 没有顺从菩提 你怎么成佛呢 你世修是向外攀岩的 真如本性是向内 就是你今天 你煮饭用白米去煮饭 结果你用沙来煮饭 你找不到 就是你本身不是菩提性 你不可能有菩提的果 所以三世诸佛说法 一定是两套的法门 一定是向内 向死法 内观一定是真如 向外一定是方便 全法三称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过去佛如此 现在佛如此 未来佛如此 释迦佛如此 十方诸佛如此 五佛的说法都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佛陀的说法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佛陀用大背心加持他 其心安如海 这段古德解释说 舍利佛尊者 逗入金部疑惑的时候 将非魔作佛 扰乱我心也 佛陀用大慈悲心 来射受加持他 阿罗汉他是有 三明六通 八卸托的 那一般的魔王 也经不起他的 神通智慧的观照 所以他一直会冠进佛陀的内心 发觉佛的心 圣增广大 安定如大海 没有任何的差别对待的心 所以他从佛陀的大智慧跟大慈悲里面得到的结论 我闻以往断 这个不是我变现的 这是一个总说 这以下说明他以往是怎么断的详细的个别的说明 首先看过去佛 说过去这么多佛来到的时间 然后出生出家说法入灭 那么这些佛是怎么说法呢 也是安住方便中意接说辞法 我一大师说 绝大部分的佛陀 绝大部分的 在说法的时候 很少有佛陀 一开始就讲花花经的 很少 即便是净土中的 即便是一个净土的大菩萨 只要对净土的一个环境 只要对凡夫说法 很少人直接讲花花经的 很少 都是先喂食食权 所以花花经初学者 可能他学了以后 也不见得受益 花花经是什么受益的受益 你什么法门都修过了 找不到目标了 拜餐也拜了 持节也持了 练佛也练了 那么你这么多多元化的世修以后 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这就是你写花花经的时间到来 不要向外攀岩 内观以后 你就知道你的方向在哪 向内安住 所以 过去佛的说法都是安住方便中 都先讲前法 为什么 破绽 一开始你讲生的道理没有用 所以你看 参攻俗户在射受初学者 他不跟你讲花花经的 赶快去拜佛 工作拜佛 为什么 安住方便中 因为你障碍这么重 心事这么粗重 跟你讲一佛在的妙里 你听得懂吗 你跟你讲说 没关系 你打暴想的心就是真乳 你会收益吗 你不会收益 初学者就是多拜参持戒 参悔持戒修佛 就是安住方便中 过去佛就是这样做的 好我们看现在佛 现在未来佛 其数无有量 一以诛方便 演说如是法 过去佛如是 现在的佛 未来的佛 都是这样做的 一出世以后 先讲安方等波磊 先把你的出众的身心事件 把它偷落了 在开前前时 讲花花经 如今者是尊 从生至出家 得到转法轮 一以放便说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如此 我释迦牟尼佛 也是这样做 我从八象城到的出生 出家 得到转法轮 我也是一样 先广色方便 讲三寸的教法 先求解脱 再求菩提 所以 这个五佛的 过去 现在未来 四家佛 十方佛 都是先未知识觉 再开前前时 所以以色列佛尊者 他得到一个答案 世尊说辞道 波寻 无此事 波寻作为一个魔王 他虽然有能力 献出三十二相 的身相 但是他没有那种 智慧来讲 全法庙 四法庙 这个字 他没那么高的智慧 阿罗汉都想不出来 魔王怎么想得出来 这是一种真实之道 先未知识权 再开前前时 所以 结论 以事我定之 非是魔作佛 那么为什么我进步呢 是我自己 刚开始 我的智慧不足 法质太重 我多以网顾 为是魔作 魔所为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不是 释迦牟尼佛的规划 说法是这样布局的 先讲全法 再讲实法 十方诸佛 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 平等 当然佛法庙叫平等 你写法庙就知道 什么叫做平等 不是说 佛都出世以后 所有人 都要怎么做 不是这样子 这叫齐头性的平等 佛都的平等 是一种 契机式的平等 你这个人 对痛苦 有很深的感受 可能你的环境造成 佛都问你说苦地 你这个人 个性主动积极 佛都直接讲道地 你可以从道地下爽 你就好好的去修 不失直接忍辱 就是说 修行 一开始 各位 不要要求圆满 你要找到你相应的法门 后面会说到 你相应的法门 你有兴趣 会激发你的意乐 你就会想要精进地去追求 你就容易找到一个修行的突破口 先求上路 再求圆满 三世之佛都是这样做的 没有例外 没有一尊佛陀 一开始就把你抓来听话 完全的 没有 一开始都是安住方便中 等到一眼成熟了 再 说这个真实道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圣地佛尊者就是 他为什么后来就把以往给断了呢 因为过去现在未来 他其实古德解释啊 来自于对佛陀的信心 因为过去佛如此 现在佛如此 未来佛如此 都是这样 所以由人而断除疑惑 但是只有断除疑惑是不够的 你要有产生信解 所以依法生信解 前面是依人而断依 这以下讲依法生信解 我们看下一段 那么前面的一段呢 是说明瑟利波尊者 因为对佛多的信仰 所以断依 这以下呢 对法的理解而深信 说 闻佛柔软因 身眼胜为妙 第一个 我得到佛陀大悲心的射受 佛徒的柔软因 这种大悲心啊 让我能够安定下来 第二个呢 佛陀用这种大智慧的 所谓的 集一而三 集三而一 所谓全食不二的概念 来演唱圣身为妙的清静法 所以我心大欢喜 看到他的欢喜是因为 自知当作佛 他觉得自己没有失掉 所以仪悔永已进安住时之中 我过去怀疑我自己不能成佛 我自己觉得我损失重大 这种仪悔都消失掉了 而安住在一心整土当中 所以结论我定当作佛 所以听完方便品以后后半端他觉得知道 原来他从来没有走错路 这个是他必经之段 诸位 诸位成佛之道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两个人 你有你的路子 他有他的路子 我们只要求 生理一样 就是你回去打坐的时候 跟他打坐的时候 你回光缓照的路的真理 是一样的 你们从佛堂出来 你做你的 他做他的 世修不可能一样 所以就叫常同常别 你喜欢布施 不影响你成佛 你喜欢持戒 也不影响你成佛 世修没有决定性 一切贤身皆以无威法而有差别 就是你为什么要布施 这个比较重要 你的阴地发心 你说我布施 为了追求快乐果报 我因为深信因果而布施 那你的档次就不太高了 因为你依止的理论 是因为要追求快乐 他说我布施 因为我不可得 无常无我 听到我不可得 我放弃主才 众生有需要 我就给他 身文种籍 其实奥法华间的意思 你的布施 应该是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 我要透过布施 开现我自信的功德 是这样子想的 这叫安住时道 那么你能够知道 法法 消归 心性 所有的法门 都在开显自信的功德 无有少法可得 那么你就是怎么样 我定当作佛 因为你已经走上了一个 成佛的道路了 那么成佛是怎么样呢 在古德用身口意 三叶的功德来说明 为天人所尽 第一个 成佛不是只有一个 涅槃即进 第一个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身相的功德 你用 你那个身相 要为大家所恭敬 第二个 口业的功德 你要能够方便说法 全法庙 死法庙 口业的功德 第三个 你有异业的功德 教化诸菩萨 你要一种 中道的实相智慧 这个就是前面这一段 就是涉体佛尊者的一个觉悟 从断一到身心 好 我们来看这个副表第六 说是 世尊说十道 波形无此事 什么叫十道 这一点 这个是整个华文经的核心思想 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看副表第六 副表第六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修行 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会全入死 有些人喜欢从 持戒下手 有些人喜欢从拜餐 有些人喜欢从念佛 没关系 这都是全法 重点是 你怎么把全法 倒归死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 观身不尽 怎么样会全入死 好 请教授 一 观身不尽 恩爱迷情 四大原生 望有身 农学 焦相润 臭惠 常无尽 饶泥 会装金 化囊 成沸 一旦神离 不夫 堪清静 且莫吧 蔚烂 骷髅 任作真 我们一般修学 正常人 你是法身 菩萨 秤焰 再来 不说了 一般的生死 繁妇 都是宣修 前法 假设 我们先假设 我们现在没有学 花花军 所以第一句话 先不要看 我们从第二句话 修去 我们看 如果你一开始 刚学佛 你试炼处 第一个 观身不尽 来 我们看 容血 焦香 论 臭惠 常无尽 我们不尽 观 第一个观 观我们身体的内向 就是把这个皮肉 剥开以后 看到自己身体里面的结构 容血 死尿 等等 种种不尽物 所以身体里面的结构 是不尽尽的 好 再观 外向不尽 饶你会装金 化囊成混 他说 我们这一层皮 看起来很漂亮 很庄严 但是七孔 也经常流出不尽 就是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 两个鼻子 嘴巴 大片处 小片处 等等 所以外向也不尽 第三个 死后不尽 一旦神里 不复看清净 你一个人死亡以后 你的色身开始腐败 然后膨胀 最后破裂 最后剩下一堆白骨 所以结论 切莫把慰难的骷髅认作证 诸位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佛法者 你没学法法经 先没有安住真如 直接从阴言上修正 然后你一路看到你的色身 外面不尽 里面不尽 最后死亡以后不尽 你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你这样会有什么结果 你猜猜看 一言果报吧 结果就是 先讲优点 你临终的时候 不会贪赖色身 恭喜你 但他的后遗症 你深深思思 厌恶色身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你没有入死法的 后遗症 法律 你认为色身是不清净的 而这个法是真实的 不可改变 我要提醒 求神净土的人 净土中是大乘法门 所以他是有生命现象的 他是有依暴正暴庄严 什么叫正暴庄严 他是有色身的 你没有色身 你怎么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你怎么有寿命久远 那如果我们今天因地 是完全修全法 就是所谓的执事魅力 除非你音音很不错 后来听到法华经了 开全显示了 把全法的奖项拨开来 原来一切法是一念心性所变现 如果你没有遇到法华经 你一路的容血交相论 臭味朝无尽 这样不断地关下去 你的后果就 法治很重了 好 那如果加上第一句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 恩爱迷奇 四大原神 五望有神 诸位 你要讨厌色身之前 先做一个动作 先把心 把心带回家 这个色身是怎么来的 你不要一开始就扑上去 就是 你不能站在色身的角度去讨厌他 你要认为色身是真实的去讨厌他 那你以后就跟色身完全无言 那你如果修得好 可能你要先到四空令 就是无色戒 无色戒就是 讨厌色身 把色身空掉 其实色身是空不掉的 诸位 五蕴是一言所生法 色受想行事 是通死法界的 色身空掉是不正常的 色身只能转变 不能断灭 他不像烦恼 不像业力 那叫多余的 那是骗地词 那是可以消灭的 依他体性是不能断灭的 色身怎么能够让你断灭呢 所以那怎么 我要怎么样能够 破除烦恼 又不坏因言所生法 又不坏一诸法的假名假象假用 来 第一句话 恩爱迷情四大原神 妄有神 怎么有色身的 是我们过去生的 临终的时候 一念的爱取烦恼 那再加上我们的业力的迁倒 看到父亲母血的结合 所以恩爱迷情的心法 一个颠倒妄想 跟这个业力所变现的 这个父亲母血的结合 才希望有此色身 这个妄有神很重要 也就是说 色身是怎么回事 是我们一念心 因为业力跟烦恼的合合 变现出来的 它是唯心所现的一个影像 那么这样子讲 那就是借假修正了 那这个影像有什么好断的呢 虽然是主梦主幻 但是还是要断 我们要借这个 观照色身的不禁 来断我们心中的烦恼 不是要断色身 是因为我们 诸位 色不明义的人自明 色身其实没错 所以不禁观只是一个方便说 因为我们喜欢色身 喜欢异性 叫做影异性 喜欢自己的色身 叫身见 那佛陀的方便就是说 问题在于 你心中的烦恼 不是色身 你跟阿罗汉看到 漂亮的色身 他也不贪爱 那怎么办呢 我们透过 我们就是一种方便门 全法就是说 我们透过观察色身不禁 来调伏我们心中的烦恼烦恼 这个方法就对了 这样的修学就 完全没有后遗症 完全没有后遗症 用如梦如犯的法药 来对峙 如梦如犯的武艺 所以你整个修学 一定要安住死法中 一定要先安住 踩那个谈调 要叫你这个打少林拳 一定要把毛布蹲好 所以你看 你整个观身不禁 你把第一计划 读完 再来读后面的话 那叫做会前入死 那就不是解脱道 所以我们 华华卿的修学是 把解脱道跟菩提道 把它同时修学 调伏爱曲 是个解脱道 但是你安住一念心性 变成菩提道 你多一个内观真如 安住一念心性 来对峙 如梦如幻的不禁设身 那么这样子呢 就把一种断灭的概念 转成一种转化 我不要无漏的设身 所以你看我们到 净土中一定是两句话的 你看 燕尼索婆 一定有下一句话 对 心求极乐 没有人只修燕尼索婆的 那你到最后跟阿罗和尼亚 你不要 索婆世界 你要去哪里 所以你少修一段 这个阴地就不圆满了 剧土中 我们要把索婆世界的 无印三星 看不放下 但是你要怎么样 对极乐世界的 一阵装也要欣求 他说话都是这样 都是转变了 那么关键点就是 安住一念心性 过去我们在方便比 也一再强调一个观念 你要改变因言所生法 你要先 你自己要先跳脱因言 所以他为什么要先 离一切下 才有资格谈及一切法 先把心调整好了 再来对峙 然后再看第二个 观受是苦 对感受 是怎么观的 我们再看 先看这段路纹 好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死法 先不看 先看全法 说是感受是怎么回事 夜感言无意 苦乐随你意 快乐跟痛苦 是不能主宰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 即使试炼处 有别项链 总项链 其实虽然观受是苦 但是他无偿苦无我 不尽苦无常无我 其实这四个智慧 是互相操作的 他先观无我 就是人生的快乐跟痛苦 你说的不算 是过去的业力决定的 所以夜感是不能主宰的 痛苦跟快乐 是由夜阴决定的 那么先说明感受的来源 是由业力变现出来 那么痛苦的果报 当然是觉得心酸 那么快乐的果报 虽然有一时的荣耀 但是你别忘了 无偿败坏 所以从不坚固的角度 他也是痛苦 因为他让我们过度的期待 而产生失望 所以结论 切莫把武艺的成脑 网至敏 所以如果你没有写法网金 你也观想一下 如果你对感受是一路看起来 第一个 他是不痛苦的 是无偿的 不可控制的 你没办法做主的 那你对感受就完全放弃了 但是你别忘了 宏毅大师讲一句话说 修大乘佛法人 他说心智要苦 意气要乐 他是 修行 你看一个人 修行老师苦苦劳劳了 你说这个人 可以修大乘佛法吗 没办法 当然你不能把自己修得太快乐 太快乐你就没有处理心 但是你一路的悲观 其实也不利于菩提心的 你自己都没有痛 都没有快乐 你怎么可能给众生快乐呢 这不合乎人性吗 那怎么办呢 有方法 看第一句话 妄想 其实 悉然 虔诚 做所欲 忠道是很难的 我们反复 要么就过度的追求 要么就一昧的排斥 这个都是落入空有二边 那么怎么样能够空有平衡呢 看第一句话 先看这个感受怎么来的 华小七十是一念的妄动 真主不守分是一念妄动 然后攀岩前面的六成 那么心法跟六成的设法的合合 变成六根 有六根 才有六种感受 这个感受活动要有根来依止 你没有身体 你哪有感受呢 它有一个六根的 所以这个感受是为心所见 是因言所生为心所见 是没有真实体系的 所以修行它是这样 这个感受的操作 我们要放弃三界的感受 因为三界的感受 虽然有些快乐 所以你的福报很大 你有能力 来享尖世间的快乐 但是我劝你 不要这样做 即便你有能力 你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三界的快乐有过失 譬如美食夹杂毒药 出水美味终身大患 那你这样讲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 对感受的期待完全放弃 也未必 因为你看极乐世界 佛陀要你心求极乐 佛陀在讲 你看看佛陀讲阿弥陀金 佛陀自己也说 彼土何故民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佛陀也没有否定快乐的感受 佛陀又是用快乐来引导我们 所以快乐本身不是罪过 问题是你的快乐 不能在三界里面的快乐 你要追求大战的法乐 为什么叫意气要乐 你看有些人拜佛 拜一拜 法曲充满 喜欢拜佛的人 他是越拜越轻松的 当然他有方法了 他是下时尚趋 那喜欢打座人 他打完座以后 思维法义 他读一瓶法华金 读一瓶法华金 他也是身心 法曲充满 这也是快乐的感受 难道你要一昧的否定吗 那你完全否定快乐 那你就变成阿罗汉了 享受灭 阿罗汉就是把感受灭掉 把第六意识的响应也灭掉 前五式的感受也灭掉 所以这个人就 这个人已经 没有什么作用了 六根的功能 基本没什么作用 所以 我们在操作佛法的时候 然后怎么样把握忠道平衡 就是 使法为安住 前法为调腐 就是这个前十波的概念 就是 诸位 为了以后着想 这样讲 为了你的成佛之道 以后不要有障碍 请你不要用一种 断灭的方式 极端的手段来处理问题 除非 除非了 有例外 所以这个烦恼太重了 你这个事情 你看上一个喜欢的东西 你看上这个包 你本来一开始控制 但是你非买不可 一个礼拜以后 你还是喜欢这个东西 那你用断灭的方式 偶一为是可以 但是这种拳法的操作 不能当作常法 就是 针对某一种特殊的烦恼 你偶一为是用断灭的方法来 下重药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都要站在 就是它本来是不存在的 然后再去对治它 正常是这样子的 就是全法庙 使法庙 全使得 你这样子做 我跟你保证 你未来的菩提道 你这个叫做做大白牛 那就是顺畅 直达扯 你的进步会比别人快 你中间没有任何障碍 直屈无上菩提 这个就是法华镜的妙法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可怕 我 想下去 我 我 想下去 或者 我 希望大病 就有摇达 我们 不 所以